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怪物猎人Double Cross试玩版将在8月10日上架NS平台日服 大小1.8G 包含初级任务跳狗龙 中级任务冰牙龙 上级任务淫逸的凶星天会龙 游戏将在8月25日正式发售 目前为止并没有中文的消息 哦对了 今天NS还更新了3.01系统版本 提升了稳定性 修复了电量显示错误的8个等 生化危机启示录一代重制版 宣布将在8月29日登陆PS4和Xbox One 另外1加2合集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登陆NS 全平台支持繁体中文 卡普空最近做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发现炒冷饭更赚钱呀 索尼中国消息 索尼集团2017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本季度销售额达到了18580亿日元 同比增长15.2% 利润1576亿日元 大涨180.5% 游戏与网络服务部门营收继续稳步增长 本季度PS4主机共出货了330万台 目前PS4总出货量达到了6330万台 SI本家预测将在2018年3月31日前达到7800万台的惊人数字 就目前趋势来看 如果一三上那几个2018年的3A大作能够在年初发售的话 还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战胜4赶紧出来吧 我的世界今天开启了跨平台测试 目前只支持Win10和安卓平台之间的跨平台联机测试 并新增了许多的新要素 将在近几日加入Xbox One主机版的测试 正式的跨平台联机功能预计在今年秋季上线 届时将支持Win10PC、Xbox One、NS、安卓、iOS、VR版的跨平台联机游玩 之前还提到过跨平台存档以及皮肤包DRC购买的问题 具体消息还需等待功能的正式上线 对了 之前索尼曾说过PS4和PSV版的我的世界拒绝加入本次跨平台服务 但是麻将官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放弃 也许PS4版加入跨平台大家庭还留有一定的可能性 至于PSV版嘛 小编就不奶了 最后来看一下《牧场物与希望之光》官方非本价版的实际录屏吧 游戏预计登陆NS、PC、PS4平台 另外今天还有《命运2》限定版PS4手柄公布 法国亚马逊透露占地年度版发售日期 《质量效应3》顺哥主设计师去世的消息 愿天堂也有游戏